神經病 何志平 萬邁洲 哥倫布 麥哲倫 又有什麼呢? 今天會跟大家講一講 這方面的部分 我們如何從地緣政治學 去理解這四個人之間相互關聯的故事 相關的故事 一切我們就由一碟炸魚薯條開始 大家都知道炸魚薯條是英國流行的食物 大家去到英國 無論在倫敦的街頭 再去到利物浦 百明漢城等等 遍布全英倫三島 大家都可以看到炸魚薯條的蹤影 彷彿一碟簡單的Fish and Chips 代表著英國人的飲食文化 大不列顛帝國 一個十九世紀的海拳大國 曾經擁有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領土 但在十九世紀一切輝煌的背後 大家有沒有想起 其實英國在中世紀歐洲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貧脊的蠻夷之地 中世紀之初以及更早的時候的歷史 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是來自南歐的國家 為主著地中海的一些地方 當中包括意大利 埃及 敘利亞 伊拉克等地 但無論我們怎樣數 似乎都好像數不到英國 看回中世紀的歐洲 仍然是一些以六權國家為主要的地方 而建立帝國的最根本條件就是糧食 所以大家看到人類文明的幾個起源的地方 包括中國的黃河和長江 以及位處今天中東的 佑格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 都是屬於一些比較豐沛的天然資源的地方 因而位處在西歐邊緣的英國 西班牙和葡萄牙 絕對可以說是屬於這個邊緣的地帶 當時世界的貿易 除了陸路上的往來 最繁盛的地方就是位於地中海的沿岸 所以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 是位於今日意大利的威尼斯 時間推展到15世紀 由於西班牙和葡萄牙 對東方的經商路線 受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封鎖 人急自然自身 沒有飯開的時候 自然就要想辦法 於是我們就會看到 善於航海的哥倫布和密哲倫等人 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一拍即合 就這樣展開了西歐國家的大航海時代 先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地方 然後經過大西洋和太平洋環繞地球一圈 那其實有關英國和炸魚薯條什麼的事呢? 剛才也說了 英國在中世紀的歐洲是屬於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發現了美洲的新大陸 環繞地球航行一周之後 對於當時的英國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由於地緣戰略的優勢 英國絕對可以作為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的一個經商的必經之地 當時的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就想到一個方法就是要參與這個海拳的爭奪 希望將這個美洲大陸連接這個歐洲大陸的大西洋航線 據為己有 最後經過了十六世紀和葡萄牙的戰爭之後 英國就正正式式地奪取了這個大西洋的海拳 掌控了由美洲大陸運輸往歐洲大陸的一些貨物之間的經商往來的路線 由於這些之間的貿易令到英國這麼貧值的地方 過去是不能夠種到我們人類主要的食糧 例如小麥、小米、大麥等等的農作物 不過隨著這個大航海時代 哥倫布町的商船發現了玻璃維亞的馬鈴薯這些農作物之後 發現可以在一個極度嚴寒和貧值的土地裡生產大量種植 令到身處在北歐平原大陸裡的維京人得到一個主要的食糧 導致人口能夠不斷地擴大 例如糧食、人口以及經商路線等等不斷得到改善 所以大英帝國的建立就隨隨而旅 由於奪取了海權大部分的經商路線 西歐國家也都在這個歷史舞台裡暫路頭角 與此同時由於處於一個內海的位置 大家也都看到地中海元朗的國家慢慢推出了歷史的舞台 例如回顧完歷史 我們看看今天我們國家中國所創意一帶一路計劃的內容 雖然並不算是一個暫身的概念 不過總算是重新打通了以前蒙古人建立帝國的一個經商路線 從綠路以及印度洋的海路打通了歐亞大陸版塊的經商路線 對於地理上的環境 中國並不像美國那樣擁有兩大羊作為他們的經商路線 而如果除了美國之外 中國如今最大的貿易夥伴 首先擁有最大經濟總量的必定是歐盟 打通了中國經商到歐洲的路線是非常之重要 其實過去這個位處於中亞和東歐的國家等等 都是處於一些比較貧窃和落後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他們位處於內陸 交通極度不變以及日夜溫差等等是非常之大 而另一邊上的海上絲綢經濟帶 就並不是像大商西洋或者印度洋一樣 是一個一望無際的海洋 中間我們要經過不同的主權國家 以及一些比較狹窄的領海海域 例如馬六甲海峽等等 因此大家從地圖可以了解到 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嚴峻環境 其實何志平和萬邁洲主要今天所從事的工作和職責 就好像當年這個西歐國家 在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國人等等 因為經濟發展去到一個盡頭 必須要另謀出路的時候 所代表國家的一些特使 或者一些冒險家 執行一些特別的任務 當然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貶低今天 我們中國人所籌劃的一些大戰略 實際上當年西歐大陸 在大河海時代的時候 都有很多黑歷史 當中被標榜為探險家、英雄、商人等等 背後其實都存在著很多土匪、盜竊 以及一些不同的民族之間互相殘害的行為 今天大家在無論是北美洲或南美洲的一片大陸裡頭 你們看到的黑人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於當年被歐洲人 從非洲販賣過去 作為一個黑奴的狀況的後代 關於這方面的歷史 推薦這本書 《大航海時代的國家海島》 大家看到之後 就會得到一個更加詳盡的資訊 當年大航海時代 西歐國家的探險家、航海家 為他們發現了一片新大陸 繼而控制海拳 得到更多的資源 建立帝國 今天中國所倡議的一帶一路 能不能夠達到異曲同工之妙呢? 我們拭目而待 到底一帶一路 是為我們的子孫 帶來我們的炸魚薯條 還是一堆堆新的敵人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們有分享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Facebook專頁 大家可以上去瀏覽一下 我們每一天都會發布不同的文章 為大家分享最近環球政治 以及經濟最新的趨勢和局勢的發展 除此之外 也會加入一些交易的心態 交易的策略 以及對未來趨勢的一些看法 另外如果你看完我們的視頻之後 很希望學習我們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方向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我們建立的兩個組群 第一個是平衡時空的WhatsApp Discussion Group 現在已經有超過120位會員 在這裡會員可以自由發揮 討論自己喜歡的不同 有關於政治和經濟的議題 而每一天板絕都會 編集大家所說的東西 並且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我們期待你的參與 因為越多的會員 我們就可以啟發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 如果你只是對平衡時空的分享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平衡時空的Facebook的Private Group 在這個Private Group裡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分享和教學短片 就像剛才大家看到這個視頻一樣 在Facebook的Private Group裡 大家可以看完所有的視頻 另外我們也會每星期就著不同的最新鮮滾熱辣 或者大家最有興趣的政治和經濟議題 進行直播 務求在Live裡跟大家促進一些討論 如果你想改變自己的思考模式 改變自己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的話 平衡時空絕對是你應該要去的地方